新农党赢了政权之后 他输了勇气 以前他在野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说 把这个东西飞出 或者是把整个打字变成75% 是给绩效制25% 给这个相关的这个突出的这个保留 那么现在之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政府 我们的行动党是42个国会议席 他在组成政府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成为一个压力集团 如果这42个议员 代表行动党的议员都说 我今天如果你谈不成这个东西 我退出这个政府执政党的话 那么这个政府会倒台 马华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政治力量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行动党如果今天有这个力量 看来很悔很想要这个政府倒台 所以他不是讲政治倒台 而你这个筹码是有 可是今天你没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个事情 什么东西 我说那是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